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这一转我觉得更风流 这家伙游遍世界各地 今天亚东兄带着他新出的书到我们这来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有一种感情在里面 初见即别离 初见即别离 那不一夜情吗 也可以这么说 你说出了背后的事实 但是你想在旅行当中他拍很多个面孔 小孩的甚至是一条狗的 可不是刚见面我们就离别 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影子划过你的一个镜头 所以我觉得有意思 你都去过几个州吧 咱们说 基本上都去过 欧洲去的比较多 所以今天从他这事 我想先给你说有个世界最美村庄 你去过吗 奥地利的一个小镇 我去过 你还真去过 我真去过 叫哈尔施塔特 对 我去过 我们可以给观众先看一下照片 靠近哪里 靠近什么地方 我具体的不知道 你当时留下的印象 我主要是去 我当然觉得非常人间先进一样 我主要是去萨尔斯堡 去莫扎特的 萨尔斯堡附近那里有很多小狐 它叫C 孩子 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 对 我是没去过 但是我也不遗憾了 很快我就可以在中国去了 你知道吗 最近有一个新闻 这个小镇的镇长 6月2号访问广东惠州 这个广东惠州什么 博罗县那个地点 有一个大国企 叫武矿什么集团 这多大的手笔 60个亿 60个亿要克隆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山里 克隆一个世界最美的 这个哈尔斯塔特小镇 一模一样的 投资60个亿 你可以看看 他们现在建起来的 这个这个照片 咱可以比一比 这像不像 你看 这就是广东的 再看下一半 你想 把这个一座山 炸出来几个大坑 这个现在还在建设当中 当然也有人投诉 说这个严重破坏当地的 这个自然环境 但是呢 人家说了 将来要把这打造成一个 有湖区 跟那个 你说的人间仙境 一样感觉的 它这湖怎么来呢 它有湖吗 湖吗 那不一样 对 所以你说这种事 让我觉得 哎呀 就是该怎么想 该怎么想 就是你看 我在深圳住的时候 对面 我家对面 按说是个深圳最好的一个地方 叫华侨城 对面有三个地方 最早是锦绣中华 然后是民族文化村 然后是世界之窗 好 那么锦绣中华 咱们中国哪儿的名声 你都不用去了 它这个微缩景区里边都有 到后来呢 你全世界都不用去了 世界之窗 二比一啊 三比一啊 这个比例 什么是艾富尔铁塔 里边 全有 民族文化村 中国的什么地方 东南西北的民俗 演员都在那给你演 还有蒙古战士 骑马 打仗 是吧 那么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 你这就叫旅游了 你这不上档次啊 可是后来 尤其是这几年 我呀 东南西北的到中国 真的是旅游了一圈 我想看看 咱中国还有什么景点 我跟你说很绝望 因为我看了一圈 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呢 全中国都是锦绣中华 都是民族文化村 都是世界之窗 这就未来就成为咱们子孙生活的景观 你们对这事怎么看 华侨城现在还弄了一个叫东部华侨城 叫英特拉肯 它复制了一个瑞士的小镇 其实比这个规模都更大了 我估计它投资还不止60亿了 英特拉肯是瑞士的一个小地方 它就是因为能上少女风 非常有名 它欧洲最高峰的少女风的一个火车站 是从这个小镇出发 所以这个小镇多少年 就已经被日本化了 瑞士的小镇到处都是日文 东西奇贵 这个小镇叫英特拉肯 结果他们现在把这个小镇复制在东部华侨城 就是复制在深圳 早就有了 所以你们刚才讲这个现象只是特别 其实所有的地产商都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在楼盘都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亚东你说你这么爱旅行的 你也去过奥地利哈尔士塔特 突然间你不用走远 门口就有一个哈尔士塔特 你会怎么感觉 我觉得反正现在到处都是身拉硬拽的这种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我觉得就怎么说 其实就非常矛盾 我觉得首先 比如说有很多人 我觉得中国人出国都还挺困难的 比如说签证了什么 还有很多人年纪大的 他可能走不了太远 如果有一个给他呈现出一个 还有一点像奥地利的感觉 我觉得他去一下 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 如果不去做这些的话 也没人打理那些地方 其实大多数时候 我是山西 我要开车回家的话 离开北京一小时 就感觉到阿富汗 就什么都没有 光秃秃一片 我觉得就说 我也不知道 反正也非常矛盾 事实上我觉得 当然你复制这个东西 肯定不会 事实上就挺可笑的 就跟我去国外 去什么躺人街了 他们复制中国 一样的感觉 就是很奇怪的感觉 是 他说的这个 我也是觉得很矛盾 这事要是以前我说 我肯定是笑话这种现象 但是今天我看了几个之后 我觉得真是有点矛盾 因为就像他说的 旧的已经毁掉了 还不是我们这30年毁掉的 是吧 是这么多年来 就是要不你就是光秃秃 你现在面临一个选择 你看北京市 现在说天桥 我就看 他们说有几个方案 说找着当年天桥原址了 说天桥怎么能没有桥 于是专家就出四个方案 一个方案 是在原地址上 做一个印记 就是告诉你这是天桥 但是后来说这不行 这在平地上 行人看不见 是吧 你说这是 所以还得建个桥 但建个桥呢 又正当交通要道 影响交通 最后在旁边挪一挪 弄一公园 也建一个桥 你知道吗 那总比什么都没有 好好点吧 还是你说怎么看 甚至于你说 有建的那特可笑的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跟我讲 说你去乌镇看看 说乌镇不错 乌镇不错 尤其乌镇的某一部分 游客不大去的那一部分 说不错 甚至于像上次 说刚建好的时候 你看着确实是像那个横电 电视机 就那个基地 但是你知道 它十年二十年的风雨 它也就 它也有皮壳了 你看着你只要是当时认认真真盖的 灰宅也好 什么也好 现在看起来也有那么个味道 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 再说大一点的话 我们这已经是二手靠北了 或者第三代了 其实你要是去美国 或者去澳大利亚 或者去加拿大 他们全是克隆欧洲的小镇 你整个美国的除了那些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那是他是领先的 这是他的特点 但是你一去到小地方 美国的小地方 那个房子什么盖的 这就是学欧洲的 全都是学欧洲 而且欧洲人一看来是很不满意的 所以你们这个你看弄了半天 教堂也没有教堂 我们旁边就是麦当劳 就觉得你们这个人又不一样 文化也不一样 什么什么 他们也很多不满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跑去以为 这叫欧美 我们把它都统称叫欧美 其实他也是靠北欧洲的 他靠北欧洲 欧洲中心出席 所以我们现在亚洲已经是 日本早就有了 日本有整个城都是这样的 还搞成像溜冰一样的 人造海滩 为了旅游业 但是你像前一阵获奖的建筑师 叫王硕的 他好像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再过十年 我们也不大有资格说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与你相关的生活实物的话 你凭什么说你是中国人 这事怎么理解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 我觉得在我看来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建筑 一直都是什么皇宫了 寺庙了 园林了 都是有钱人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穷人 在我看来 像我是山西的 对陕西 比如窑洞 好一点有一四合院 但是四合院也是有尊备的 谁住什么房 谁住什么房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我看刚建国时候 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个照片 天安门广场旁边 那个房子 你看一下 那莫非就是中国首都的民居吗 就是我觉得没 我不知道该有什么 像现在我觉得可能前两天还有看到有做什么福禄寿什么的一个 那个大楼 对 我都觉得还真行 我觉得可能中国要有自己的一个艺术形式在介入上 要有一新的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呢 就说像欧洲的房子 像我去塞尔斯堡看莫杂特故居 人家那个房子已经好几百年了 现在我们再去做一个什么时候 我觉得可能都需要是不是应该长远的去想一想 而不是马上把它做成什么 可以赚钱收门票 我觉得未来就很奇怪 有一笑话说问你说这不是昨天说这有一什么村子吗 昨天风太大已经吹没了 就很奇怪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那个房子比人的生命要久远 可能你只能活一辈子 那房子它可以有很多故事 那房子都不是这样 对 现在使用权才70年 所以不用干那么好 我现在去奥地利 包括去塞尔斯堡 我觉得也不再是浪漫主义巅峰时期的奥地利了 也没办法 他那也是麦当劳 Zara Diesel 也是一样 你去了只知道莫扎特在这出生 大街上有人演奏莫扎特音乐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气氛 那个文化气氛在他那儿也还是变得很淡 所以一切都在衰亡 在变异 就更本体我们去再把它cover过来 肯定是就什么都我觉得不贵 所以这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关键 这叫什么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你知道他们弄屋镇的那个人 那个头头是非常能干 我听很多人说过他 现在北京市请他 说你这么能干 打造屋镇这么一个环境 现在在长城脚下 他也在弄一个镇子 就是盖旧房子或者拿旧材料 来盖成这么一个小镇 说实在的有人去看不 拍回照片来 说很好住在炕上 这四模四样的 对不对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 我们有一个朋友讲的 我觉得他讲到一个问题 就刚才亚里东也讲到 他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 这都不是一个人自然而然的生活 像北京的胡同 你知道北京的胡同是怎么形成的吗 开头你们家盖了个房子 然后我是你的邻居 我搭着你们家房子再盖一个 你也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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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慢慢的叠床 嫁屋的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问题在于他说这地方谁人住 它是个旅游项目 是个旅游区 盖的像个村子 像个镇子一样 可是他不是几百年人家传人家这样活下来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永远看着有点怪怪的感觉 所以我就说我在罗马 你可以看看照片 反映就是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你看他从2000年前的这种房子和可能几百年前的这个房子 你再看下边它是什么材质 你看有大理石 有砖 也可能还有现代的水泥 它是这么密集的 层层层层的 但是这是一个 就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中国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中国现在有些 所以我就说中国现在有点 在几天时间 就要建成一个城的那么一种感觉 所以你们刚才讲的那个态度 我非常同意 觉得真没办法 很犹豫 就是说 模仿欧洲的克隆这个东西 我们心有不甘 你看东西又做得不地道 人又完全不一样 你搞了个欧洲建筑 小孩在那里杀尿 本来杀在那个地方我不觉得 现在特别刺眼 杀在大理石上 但是你要是不盖原来破的房子 那根本是要改变的 要吹掉 否则怎么办 都像李嘉诚一样盖一模一样的 这种所谓豪宅 那种很挤的 你又不满意 你要回到什么国学期 大家也想了很多方法 盖了这些院什么东西 也都叫人不满意 因为很多也都是做噱头 怎么办 所以我说 现在中国的建设 你到各地看看 还有更宏大的计划 这简直就是 所以我说天安门广场上挂着毛主席像 真是有它的现实意义 你知道吗 现在至少在这件事情上 还是毛主席的气魄 那真是改天换地 就是换了人间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我把山给你铲了 给你盖一个 你知道他们管顺义叫什么 顺义弗尼亚 就完全一个美国小镇 甚至你们家后窗外头 就是一片光秃秃 但是出了门这一片 跟美国小镇 那是一模一样 你说这将来是个什么景观 对 我觉得就是环境的问题 其实我在奥地利 在塞尔斯堡 刚好是2006年 我去过两次 莫扎特 它是诞辰250年好像是 当时有一个海报 其实我特别感动 那个海报 是一片天空蓝色的 完了以后有一朵云 但是那个云 刚好是莫扎特的头像 我不知道那个是 真拍的 我不知道是真拍的 还是被修过 对 但是那个海报 真的让我特别感动 我觉得就是像莫扎特这样的人 可能就是在他空气里的 这个不是看得见的 摸得着 它是在整个在那个地区空气里 我觉得环境还是特别重要 你比如说你搬来一个什么 比如把奥地利搬 你不能把那环境搬来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像现在国内的这种大的环境 我觉得真的就比较差 其实我觉得就说 不管是文化 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得从内部发生变化 我觉得外部的东西就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太 或者说不太重视软性的东西 或者内部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就 当然发展 我觉得该发展 大家都应该有钱 这个我没问题 但是比如说我小时候 那个家里特别穷 吃的也不好 真的是就生活很差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饿死 我活的挺好的 我甚至想起来 我觉得那时候快乐特别多 为什么要发展 就是当然我觉得 人应该过好的生活 吃好的食物 但是一定要把我赶走吗 就是我必须让道给你 就是我觉得你不能把 你见什么 不能把你的幸福 见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还有的 还有我忘记谁说过一句话 说拆了你家房子 煮我一颗鸡蛋 现在就是这样 可能就我这书里 也有拍到那种 比如说过去的老房子 正好他在拆 往墙上有一幅画 我看到就很感动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 譬如说你可以把我房子拆了 但是他不仅仅是折算成钱 譬如说你多少钱一平米 你走我给你钱 对吧 但是那里头一定是有很多钱 不能买的东西 类似爱希望 还有整个家庭的那种东西 没人跟你计算这个事情 所以就很可怕 像您刚才说的 比如天桥 说怎么复原一个什么东西 那拆它的时候干嘛去 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就只想眼前 就是我可以赚钱 就是对的 或者说 而且那钱也不一定谁赚 你知道吗 也不一定是真的对当地的老百姓 或者有多 不定赚谁口袋 对 那在这种情况 好像你只要说发展是硬道理 你只要阻挡经济发展 就觉得太奇怪 我觉得就是 所以这就像湖南城说的一样 就是说西方人讲社会 是吧 中国人不讲社会 中国人讲人事 就是人间事 就人事 咱们现在就为了挣钱 把很多地方人事毁了 没人味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也聊聊 我觉得你们讲 学欧洲的这些小镇 什么东西 我觉得学他们有一点是好的 就是欧洲人有点以旧为美 石头 我觉得它的感觉是石头 所以要学的话 我们就要用石头 我就觉得 假如是你真的用石头 不是用水泥 用木头什么弄起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好的 总比学那个高楼大厦 像香港美国这样的高楼大厦要好 另外 为了解决民居盖高楼 这都可以理解 唯一有一样我看不下去的 就是 各地方政府啊 非常小的 甚至是镇啊什么东西 都盖得跟白宫似的 你要全国去统计一下 我看到很多了 小地方的镇的村公所啊 而且特别学美国的国会 还不是白宫 国会山庄 那个圆顶 怎么说 这个你可以去统计一下 它非常多 这个是 我就搞不懂这个思路了 这不是反帝的吗 这不是一贯 毛主席 这个不是要反帝的吗 怎么这些地方政府都盖成这个样子呢 但是呢 还有同样多的是盖天安门 也有 有小天安门 小天安门广场 你看在这个事情上 真是反映两大倾向 天安门广场 政治中心 是吧 这个美国白宫呢 也是西方的这个 内心都是权力崇拜 然后就是增长的这个权力欲的膨胀 无非就是这么 这个我真是 不是 就是我们以什么为好 就是说以什么为美 就觉得好假白宫那肯定是最美的 他欧洲呢 我看到有很多这种 就是说他是老的历史建筑 可是他也要经济发展 因此他们会出现很多景观 比方说这个在哪里 在哥本哈根 他的图书馆皇家图书馆 但是皇不够了 这是皇宫的一部分 原来的他前面盖一个玻璃的楼 Black Diamond叫黑钻石 玻璃的楼就跟那个旧的黄的砖接起来 成为一个有名的建筑景观 波士顿也一样 波士顿尼市中心有一个玻璃的大楼 前面就是一个古典的建筑 两个他还故意形成一个对照 我觉得世界上也不是说完全一层不变的 他是保留几百年前的房子 他偶然罗浮宫最好的典型了 对不对 皇宫里面盖一个玻璃金字塔 什么东西都得盖好了 我觉得 就是得花本钱盖好了 盖好了就好 像您刚才说的天安门什么这种 其实有一些还挺丑 我觉得如果这些人可以 比如说盖楼的人可以没有 但是这些东西一直遗留在那 会一直是一个让你恶心的 对对对 你是拆了它还是怎么 中华大地上永远的恶心 建筑可是纪念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 中华了 中华 满风下雨 这吹 是